玩转黑科技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科 坦克上有履带 图拉金上也有履带 对于履带我们并不陌生 安装了履带 里面通货型更强 不管是你宁地还是沼泽地 至少它们都不会陷落下去 但是你见过给汽车上安装履带的吗 应该很少看到 路虎车的越野性能非常强 国外有人并把路虎车进行改装 安装了坦克的履带 每个轮胎都换成了 约30厘米左右宽的履带 还在车后加入了一个炼轮 来带动履带前进 配有2286cc汽油发动机 改装之后的路虎汽车 变得非常高 有2.4米之高 但看起来还非常笨重 上山爬坡什么的都无所畏惧 显然改装过的汽车速度变得非常慢 大概只有56公里每小时 所以再想开着路虎上路飙车 就不太可能了 而这款路虎车是1958年款的 目前全球才不足20辆 每辆数价44-52万人民币左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